連小院高牆都不是 是國王的新衣 表面上穿龍袍 事實上脫光光 一件衣服都沒有 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美國已經玩不出新花樣了 他說我投資這幾個項目 請問這幾個項目 中國缺資金嗎 不缺啊 對啊 那不缺 你說我美國資金不投 中國資金自己投就好啦 又不是缺資金 今天如果說 像越南缺資金的國家 那當然啦 你去美國去投資美元 增加外匯啊 所以他能夠把企業弄起來 中國大陸的外匯存體多少 不多 三兆兩千億而已 這是全世界最龐大的外匯存體 還不說民間的外匯有多少 所以中國不缺資金 你限制他投資任何個項目 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啊 你要限制是技術流入 這才有意義啊 你限制這些 那這個投資項目 你說什麼 什麼 私募股權啊 風險投資啊 合資企業啊 什麼利利 這些沒有技術的公司 你只輸錢而已 中國讓你跟著有發財的機會 你不謝謝人家說 通常我們這投資一個好公司 拜託拜託 你撥個5%股份給我 你撥個10%股份給我 阿彌陀佛萬事拜託 這投資機構的角色 你看著會賺錢 有發展的投資啊 對 又不是說有技術授權 所以拜登政府根本搞不清楚 美國這個根本搞不清楚 投資提供資金 跟技術授權或技術移轉 這兩碼之事 他限制投資 這很好笑 就是標準的國王的信息 第二個 你叫財政部長來管制 你叫商務部長管制 到底叫財政部長管制 財政部長整天 拜託中國啊 你賣這個借錢給我 買我美國政府公司 你叫一個跟中國借錢的人 然後說這些資金 不能投資這幾個行業 對 那最好美國通常走啊 通常不要 什麼什麼盧比喲 賣賣賣賣賣 滾起來你回去 中國還確定這5%啊 你們很好笑對不對 所以 再講一下 人工智慧 現在全世界 最賺錢的人工智慧 不是什麼欠的GPT 他不賺錢啊 最賺錢的是什麼 自動駕駛系統 誰比較厲害 是中國還是美國啊 你有沒有搞醜 你來給你投資 這種類型的東西 是讓你賺錢 就像誰啊 就像巴菲特投資比亞迪一樣 你要賺多少 中國是開放的市場 關聯他內地的資金 海外的資金 一起來投資 中國企業 對 你搞這有什麼意義啊 這你怎麼強硬 還是什麼 哎呀 生物科技不能投資 能源不能投資 賣賣賣賣賣賣 那三更重要的就是說 我是國際企業 我可以在海外上市 這是有這些需要 所以說好不好 給你5% 10% 20% 就你現在把 給你送給你蛋糕 給你吃 當作你禁啊 所以為什麼拜登 假猩猩的 哎 我前門關起來 應付那些什麼 華盛頓的這個政客 然後後門打開 說啊這個 哪一個企業在這AI裡面 不可以超過一半的營業額 稍微大一點企業 現在AI還不賺錢嘛 稍微大一點企業裡面 誰能夠在AI裡面 營業有超過一半的 很難啊 除了讓小公司 專門做AI的 那個他那麼一點錢 也不需要你來投資啊 中國大陸投資資金 多的不得了啊 那你不投 我跟你講哦 新加坡投 香港投 日本投 啊 就是你美國不來 阿彌陀佛感謝 所以我不曉得 美國這些政客 是不是反中反到那個 都要去看精神科了 我是在懷疑 他們要看精神科 那邏輯都說不通啊 是 所以這個法案呢 就是我講的 國王的心意啊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 緩和政策 他希望跟日本 跟韓國啊 做某些緊張關係的緩和 那前段時間 日本韓國啦 配合美國啊 或我就一副那種 好像是太上老爺一樣 對中國好像一副這個 我要限制你現在 他有多少本錢啊 照照鏡子吧 不自量力 那中國跟日本韓國 現在是明顯的 開始在做關係的緩和 因為日本韓國 發現說 我當小弟衝前面 發現 怎麼你老大 開始跟中國和好了 那我不是被什麼 白象人了嗎 兩面不討好 所以他們也在放低姿態 那對中國來講的話 他本來就要開放 為什麼 10月1號開始黃金假期 全中國大陸擠爆了 所以疏傷一點點 到海外去 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但對日本來講 九漢鴻甘寧嘛 他中國大陸的萊克 購買力是台灣的兩倍 韓國的三倍 這個表示一個服務業出口啊 這是很大宗的一個產業啊 就業人口又非常多 你一千億的花下去 蓋個一個台積電 用的人都還不如 那個花個兩億 搞個旅行社來的規模來的大 這是個就業的考慮 也是個庶民經濟的考慮嘛 對日本來講 他目前的這個整體的觀光業 大概恢復大概是 這個疫情前的六成而已嘛 可是中國大陸 其實日本的才一成而已啊 再恢復一成 所以如果這個開放的話 那很顯然對日本的這些 經濟也會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最重要的選票 因為現在岸田文雄選票掉下來 老百姓不會看說 哎呀你多威風啊 G7開會啊 或者你跑到什麼烏克蘭啊 我沒飯吃還好 我還管你這個東西啊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中國大陸的戰略考慮 當然中國大陸 以前蠻好玩的 就是這個照理申請簽證 要到日本旅遊 要跟日本的駐華大使館申請 中國大陸說不行 你日本要委託 中國大陸當地的旅行社代辦 然後又規定說 你必須要有1000萬日圓的收入 才可以到日本去旅遊 對真的 所以就卡住了這個 這個出國旅遊的一個機會 日本就賺不到這個錢嘛 是 台灣的蔡英文政府更瘋狂 他是乾脆禁止大陸團來台 連大陸的自由行動 都受到很多的限制 然後就拿很多錢 到東南亞去招攬旅客 你看嘛 我們的這個桃園機場 還是客滿的啊 我們搬機啊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大陸客跑來我們台灣買鳳梨酥 平均一個人是買一箱 一箱 東南亞的觀光客 來 平均一個人是買一盒 一盒多少 五顆 五顆 就這樣子 不行 問那個鳳梨酥的那些廠商 為什麼 他們買一盒 一個人買這個五顆 回家 一個人剛好一個 是這樣的一個算法 這購買力差太遠了嘛 當然啊 而且其實不僅是買鳳梨酥 我自己在逛藥妝店的時候 當時還有很多陸客 會來台灣的時候 是一箱一箱說 這個幫我們這一款包起來 那個包起來 那個包起來 反正中國有個習慣 旅遊回去都要送親戚朋友啊 其實 最早說要退動這個 沙以和平 和解和談的是誰 是中國大陸啊 現在美國就像業務員 要跑來搶客戶 而且 不過我也不許承認 美國搶客戶 會有比中國大陸 更優勢的地方 因為中國大陸會平等 對待沙特跟以色列 但美國可以打壓以色列 尤其現在納坦雅胡 跟拜登處得很差啊 現在白宮對納坦雅胡 很有意見 這個時候趁這個機會 打屁股是剛剛好的時間點啊 所以他美國出面來 去協調沙特跟以色列 這時候以色列會吃虧 那如果找這個中國大陸 來和解的話 以色列不會吃太多的虧 差別在這裡啊 那現在這個 搞了這個所謂框架協議 那我看以色列只好吞下去 講那些什麼 對真主黨動手的狠話 說要把黎巴嫩打回 這個石器時代 這個都是沒有必要的狠話 就表示以色列 真的被美國 這個卡住脖子 心裡面很不太愉快 到底被卡住什麼東西 現在 國際上眾說紛紜 但是 我們還是靜待有 事態的發展 總有一天會浮出水面 到底納坦雅胡 什麼東西卡在拜登手上 只好乖乖來接受這個 框架協議 那給 沙特的東西啊 就是比照中國大陸開的條件 所以這種搶客戶的行為 其實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他也不會去嫉妒啊 因為這個沙以和好 對於中國大陸的全球戰略 是有利的 那人家有認知到說 以後只要中國大陸管什麼 美國就會搶先提供更好的條件 那這樣也蠻好的啦 所以 因為對中國大陸來講 兩邊有任何對立的地方 都不利於他一帶一路的 打通 這個航線嘛 打通貿易路線嘛 所以 把他們通通湊合了以後 你說美國在這邊 會有什麼生意做 他也沒什麼生意可以做啊 但中國大陸 可以把它串起來啊 所以 美國加油 跟在中國大陸後面 還有很多要不要努力的 我不太關心拜登 這個補助機要有多大 我也不太關心美國的晶片場有多大 我關心台積電的補助錢 有沒有拿到 有沒有拿夠 拿足 拿得比上限還高 這比較實際啊 為什麼 這跟台積電的股價有關係 跟台灣經濟有關係啊 是 如果一個廠補助50億美元 那是不少的錢耶 所以台積電的股東來講 大部分 而且我們 台灣這個有那個經濟 國發基金持有台積電的股份 也可以分到不少耶 可以降低什麼 在美國投資的風險啊 給了沒有 還沒有耶 還沒拿到 前段時間說 你要寫報告來 要告訴我們你的營運計畫 你的客戶是誰 還提供你的技術是誰 你是什麼 商業間諜啊 不是這樣子嗎 我是覺得 錢都還沒到 就要提供這個 那我提供給你 那錢不來了 那你50億美元買這個資料 也夠賺了 還有更 令人難過一點 他給的錢說 你說你賺錢還要還他 那就借款了嘛 對 可是偶爾不玩 我寧可告訴台積電 50億先拿他口袋 以後就做他年年虧損 年年虧損 讓他分不倒 錢就不難的啦 賺錢就放在台灣 賠錢就放在美國嘛 對不對 那美國就抽不到啦 對啊 訂單就這麼做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 這個把戲多得很啊 可是你賺金不到 你跟那個阿Q沒有用啊 那拜登這個 這個chick and out的案例很多啦 大家記不記得 上次到歐洲去 領袖排排站 我們要有6000億美元 做全世界基礎建設投資 現在看到影子沒有 我不曉得 這個喊病你有沒有看到 我不曉得 一毛錢都沒看到啊 牛皮吹得很大 然後說要給烏克蘭的錢 烏克蘭在抱怨的時候 錢都沒到位啊 是啊 這個錢沒有到位 蔡委員 這個其實馬少爾一定是這樣說的 馬少爾 馬少爾不是就等了 不知道多少年了 對啊 因為你看拜登還去看 那個奧本海默電影啊 說去西墨西哥州 願意補償1945核爆實驗受害者 那我們就問請問一下 你忘了那馬少爾群島嗎 他們還在等你的錢 都還沒到位啊 對啊 那個叫down window 就是說下封捨 因為你做核子施暴 他的輻射 在不在這個實驗區域的外圍的人 很多人會受害嘛 對 那受害的有經濟性的 有健康性的兩種 那以前有多少研究報告都出來了 對 那你補助人沒有啊 你美國缺這點錢嗎 不缺啊 你看啊 你那個浪費的錢 是什麼個浪費法啊 你隨便一次什麼紅旗演習 就好多意不見啊 那現在又什麼跨時區 22個時區一起演習 那個都是錢啊 馬少爾跟你要的是一個零頭而已耶 美國都不給啊 我不曉得拜登政府 不太懂得國際政治啊 要有一種號召力 就要有道德制高點 連阿富汗喔 那個79億外匯存體就要沒收 我現在想到說 萬一台海發生戰爭喔 我們台灣那個放在美國的 五千多億的外匯存體 搞不好馬上就沒收 我不是嚇大家的 為什麼 他覺得你台軍一定會失敗 我先把你沒收了再說啊 美國專門賺這種不義之財啊 而且他們選了總統一個比一個 都像那個尖頭 不想想太多了 這個NASA是不是要去 去看八字或者去改個運啊 最近NASA是希臘女神 一個純潔的希臘女神 用來做登月 是蠻美的一個名字啊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其實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額外的折扣喔 CTI798 講成功 詞作詞編曲編曲 講成功 感谢观看